大家好,我是达摩 一直以来呢,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把这个剪辫子这件事跟反清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你看那个一些个反映晚清民国时期的电视剧 革命党路见不平一声吼,振臂一呼 说我要反清,咔嚓就把辫子给剪下来了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呢 一直以来有两个解释吧 第一个就是因为辫子本身是满清奴役汉族人民的这么一个标志 当初推行这个替发令,又是杀人又是放火的 辫子成为了一种奴役的标志 所以我们在反清 所以要把这个象征着奴役的辫子给剪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到了满清的时候 外国人经常嘲笑我们中国人 说你看你们中国人脑后面还拖着一条辫子 都跟这个这个猪尾巴一样 因为这两条原因 所以说这个晚清的人 晚清人士在这个反清的时候 一定要剪掉自己的辫子 但是呢 我个人提出一点不一样的见解 当然了 首先针对第二点啊 外国人嘲笑他们中国人这个辫子像这个猪尾巴这个嗯 我觉得符合逻辑啊符合逻辑 当然了这个事情 史实上的真伪我我我我没有做过研究啊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它是符合逻辑的嗯 但是针对第一个 剪辫子这个事 是呃满清奴役汉族的一个标志啊 这个呢 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啊 为什么呢 我个我个人这边呢 实际上呃有那么点不一样的见解啊 第一个 首先来讲 满清在入官初期推行替发令的过程当中 它的侧重点并不在于是否留辫子 它的侧重点其实在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是否剃光前额 也就是你的前半拉脑袋 包括鬓角一定要剃光 但是对于呃是否要留辫子的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听之认知啊 听平自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说这个可能清初是严格性的 说一定要留辫子 但是到了清朝的这个呃 康熙年间在平定三分天下成平以后 对于辫子的问题 实际上就根本不做严格的要求了 但是对于这个是否剃光前额的这样一个状态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 最开始呢 是就是就是前额必须要剃光啊 剃的精光啊 但是呢 后来呃也有一些呃 妥协性的政策 就是说呃可以留一寸的头发 对吧 如果你超过一寸了 那可能就是要到县衙去打板子了 如果抄的更多 那么那会有更加严格的惩罚措施在等待着你 所以说 所以你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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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清朝康熙雍正乃至乾隆年间 一些个预制的绘画当中 昨天也提到这个问题 那个里面 那把老百姓啊 凡是涉及到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物形象 他的呃这个发式往往是前额半前半拉脑的 是光光的 后面 对吧 后脑并没有留辫子 而是怎么样 呃 弹成一个计啊 或者说就是呃 反正就是没有辫子 弹成了一个计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这种状态竟然能够出现在 就是皇家御制的绘画当中 这证明什么 证明清朝的皇室实际上是 认可这样一种现象 认可这样的一种 这种这种这种发型啊 并把这种发型作为 对吧 一种样板啊 推广出去 你看 对吧 老百姓就应该留这样的发型 所以总而言之 而清朝也 并没有严格要求 对吧 他治下的子民一定要留辫子 今天我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如果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和见解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我们共同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各位再见 拜拜